爱生活爱美食 大家好我是小莉 我们今天来做一款只需要饧发一次面 松软又可口的小面包 简单又好吃 在大碗中准备150克的冰牛奶 加入3克酵母 2克盐 25克白糖 再加入25克的鸡蛋液 把所有的材料搅拌均匀 再加入250克的高筋面粉 20克奶粉 增加奶香味 搅拌均匀 拌成大面絮以后 再用手合成面团 大致揉光滑 再加入20克室温软化好的黄油 可以把它包起来 再用推拉揉搓的方式 尽快地让面团和黄油完全地融合 揉好的面团非常的光滑又细腻 我们再把它整理一下 分成两份 直接搓成长条 一定要搓得粗细均匀 再用刀分成小段 把切好的生胚再整理一下 再摆放到烤盘中 用保鲜膜盖好 请发到两倍大 我们再薄薄地刷上一层牛奶 烤箱开上下火提前预热 165度烤20分钟 因为烤箱之间是有差异的 所以具体的温度和时间 还要根据实际情况来适当的调节 烤到面包上色均匀就可以出炉了 这款小面包做法特别的简单 不需要过度的揉搓 只需要饧发一次面 口感松软又可口 还有浓浓的奶香味 刚出炉的时候表面是非常酥脆的 放凉了以后就会回软 做早餐是非常合适的 喜欢的小伙伴们 也快动手做起来吧 我是小丽 喜欢我的视频请关注留言 明天见